回到剛剛委員提到的一個 邊境管理的這樣的一個議題 就是你剛剛提到說 就是有關於邊境管理 其實我們最近也延伸出一個 就是大家都會知道 就是武漢反台包機的 這樣一個爭議 我們就發現說 在首班的這樣的一個包機當中 有247名的旅客 居然有一位是確診病例 也造成就是說 大家會擔心是會造成 台灣防疫的整個工作的 這樣一個漏洞 可是就是說這個事情 它其實也牽造所謂的人道關懷 我們政府向目前的立場 是以所謂的弱勢優先 和檢疫優先 作為下一階段 包機談判的一個重要的原則 可是在所謂的人道關懷 和檢疫的這樣子 就是說就是防疫的 這樣一個底線之間 那個平衡點該怎麼樣去拿捏 是不是委員提出一些 解決的建議 我再補充一下剛剛講到 SARS的過程 因為SARS當時 我應該先講說 我們人類跟環境一直在鬥爭當中 在互相學習 然後互相在競爭 我估計好像2003發生SARS 2012發生MERS在中東的 然後現在2019又發生了這個 所以我說我們人類跟環境 一直在競賽 應該是要互相包容 要互相善待才對 今天發生我們的武漢肺炎病毒這件事情 當時我們SARS的經驗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在這次發揮了一定的一個果向 那像這個出境跟入境這個管理 也是我們在當時才學會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的和平醫院 跟我住的地方很近 大概隔兩條街 把那個醫院完全封閉以後 我們也非常擔心 我們會不會突然也會 傳染到我們這裡來 不過那次封得非常實在 坦白講 所以很多的醫護人員在那個時候 就在前線就作戰 就往生了很多 今年我們是被旁邊附近的國家 就中國 影響到的 那次的經驗 我們把這個和平醫院 現在放大變成整個台灣的周邊 來做管理 所以我說那次的經驗非常的重要 我看到這個疫情中心 在這次的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吸收了那次的經驗之後 做得雖然沒有滴水不漏 但是也已經跡近百分之百 你剛剛提到的這次的這個 從武漢回國的這個 我國的國民 碰到了這個兩個政府之間 或者是兩個協調者之間 並沒有把事情做得非常嚴密 沒有嚴密 尤其是政府 兩個政府之間好像還在互相猜測 然後互相推圍 然後就盡量把責任推到對方 有那樣的一個現象 我覺得這個不好 不管你是在台灣 不管你在大陸 或者是你在美國在日本 我們都是人 人就應該要附助 應該要附助 所以我們應該要拋開那個 把推圍的習慣 應該要拋開 而是真的 誠心的來互相幫忙 如果當時這個名單 確實是有了漏洞 我們應該趕緊去補那個漏洞 尤其發現有一個確診 這個確診真的是不得了的事 真的不得了的事 對台灣這個2300萬的人口而言 那是非常不得了的事 我剛剛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 我也嚇了一跳 那我扣臉了 怎麼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 如果是真的 我覺得兩邊的政府都應該要 我想各退一步 不要盡心計較於那個瑣碎的事 而是真誠地來共同來面對 我剛剛講的 我們是人類跟病毒 在作戰的這個事情 我們應該要誠心 然後共同來面對它 好 謝謝講到 好啊